哎 我卻沒有貴 騙了啦 騙了啦 我知道啦 騙了啦 要匯多少 你要匯多少 七十多塊 原警在銀行櫃台前 鑽阻一名男子匯錢 因为男子要匯台币 二十一万元到菲律賓 但这疑似是大騙 哎呀 大哥 我寄成那么多 然后喝汤 很多这一种啊 对啊 喝汤 不然就要利了啦 男子跟原警说 他收到一封来自 菲律賓银行的电子邮件 内容写到他表格过世 在银行有笔遗产 男子如果要领出 必须要先付款 七千多块的美金 才能启动遗产账户 不过警方一看 这信疑点重重 或者你可以通过 你的律师进行付款 他再将 将在我们重新激活 这个就拉入的那个 诈骗集团 匡称只要汇钱 就能继承海外遗产 信件内容还满是简体字 也不合逻辑 警方说诈骗集团 经常利用人性 他案的弱点 放长线钓大鱼 还好男子冷静下来 也怀疑自己遭到诈骗 没有把辛苦钱汇出 要不然这一笔 肯定是有去无回 记者联名冰望 肌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